大家好,今天我又收到了一个一节的二修盘 本来这一个盘之前在刚找我的时候是属于一修的 当时我给这名网友报了一个四位数的价格 本来这一个盘是256G的 如果它是正常的固态硬盘 256G在我这里也就报个几百块 但是一节这一个盘它并不正常 因为就在上个月我是吃过这个亏的 当时我也修了一个同款的一节固态移动硬盘 其实这个外壳也就像一个固态移动硬盘罢了 里面完全是一个U盘主控方案的 最后搞得我头都大了 一开始这名网友可能觉得这只是个小毛病 不值得花这么多费用 怀疑我是在黑他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后 最终还是先决定在其他地方看一下吧 结果没过几天 上家说这一个盘里面是芯片击穿了 无法维修 然后又退了回去 这名网友又找到了我 说里面的资料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让我尽可能的帮他恢复 价格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最后我就变成了他的接盘侠 当接盘侠我是无所谓的 然后我又象征性的给他增加了一点小费 因为行内的规矩就是这样 见了光的跟没见光的那是两码式 二修的都是要额外增加配件费的 先拆开吧 如果是一修的话 我当时是想在问题不严重的情况下 可以酌情的给他减免一些费用 二修就没办法了 只能全款 看一下今天这一个盘 他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 先把螺丝拧了 果然 这一个还是U盘的主控 这个盘跟固态硬盘是完全不搭边的 而且这一次用上的还是美光报废的UFS颗粒 上面的这个标已经被抹掉了 这一个就是上家那边说被击穿的芯片 这一个是他的主控芯片 这个电路保护就是一颗零欧的大电阻 甚至连保险都没有的 如果这个盘他接在USB吸口上 是有概率被电脑输出的20伏给一波带走的 我实在是没搞懂 这个盘明明是可以做成U盘那小体积的 非要把这个主板做得这么大 还控着这一块 这就非常不环保了 咱们先把这个主控拆了 然后再测量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短路 如果是颗粒短路的话 那这个盘就百分百没救了 先量一下前级的输入部分 这里有1.9兆欧 2兆欧 好的 他现在已经失职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后面这三路供电 第一路供电有40多K 第二路有100多K 第三路应该也是100K左右 这一个颗粒他有可能没有坏 如果颗粒没有坏的话 换一个主控应该就可以正常识别了 然后我又从料板堆里面找到了这个主控板 这一个呢才是他的正常体积啊 咱们现在把这个主控给他安装上来 主控这边我已经给他补好了 现在我们来给他接个电源看一下 看到这一个绿灯 我心里就安心了 并且这一个电流也可以跑上来 上机直接轻松点亮 你说这是何苦呢 一开始来找我不就好了吗 虽然我这边给出来的报价算不上好看 但是在行内应该也是属于中低水准吧 即使翻车了 我也会让他翻得明明白白的 我是一个比较直白的人 毕竟现在问题也不算太严重 诶 什么鬼 这怎么掉盘了 不严重才怪呢 这应该还是有坏块一类的 待会给他做一个镜像就好了 到时候我还是给他减免掉部分费用吧 我就不黑他了 接下来又是堵盘的环节 这是一个朗科的硬盘 主控方案我查了一下 好像是新推出的 这个型号 我也是第一次修啊 不过这一块盘到我手上的时候 是二修的 当时在店里检查的时候 上家告诉他设备不支持 然后又退回来了 硬盘我之前检查的结果是 供电没有出权 所以我换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电流是可以轻松跑上来了 可是刚刚把目录读出来的时候 这个盘他又尾了 所以我再次检查了一下 我发现这个盘 只要用手按住这个电源芯片附近 这个电流他就可以上去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一个电流 他是跑不上去的 咱们把这一边给按住 怎么到拍视频的时候又不灵了 刚才明明是可以的 反正现在供电是没有正常产生的 我怀疑是主板的板层之间可能存在问题 这么新的主控 我肯定是没有料吧 那咱们现在就拿一个全新的盘 我们把它的主控板拆下来看一下 还不好打开 这个就是本体 咱们先看一下 他这一个好盘的上电电流是多少 万一待会看不到了怎么办 好盘上电以后 这个电流是停留在0.2的 花了点时间 我已经把他的马甲给脱掉了 应该没有拆坏吧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电流 好的 电流还是跟刚才差不多 那接下来就直接干颗粒 现在这一个颗粒我是给他装上去了 不过这个硬盘直接提示了一个未初始化 这该不会又是颗粒跟这个主控有什么绑定关系吧 没有办法 现在只能继续尝试把它原来的主控也一起换过来看看了 主控这边我又给他重新换上去了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不过这个盘他短阶倒是可以直接识别出一个一兆的工厂模式 那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就是典型的固件挂了 另外我还从机主那边得到一个消息 他的电脑是会经常断电的 由此可以大致推测出 这一块盘之前很有可能是因为异常断电的次数太多了 首先是导致他原来的这一个硬盘上的电源芯片损坏 从而进一步又影响到了他硬盘上的FTL表 刚才换了电源芯片可以识别到他的目录 极有可能只是他的回光返照而已 又堵到坑里去了 打坑里